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米人的殿堂 小楊貴 你覺得明天那個通告發十二點 你覺得我們要幾點集合去 我跟你講 十二點的通告一點到就可以了 好不好 大家都會遲到脫脫脫的 你太早到人家以為你是潘娜 那萬一我們最晚到怎麼辦 不可能的 你也等著看 那好 那如果你結婚的話 你席帖上面寫六點半 六點半一定要入席 一定要入席 一定要準時到嗎 要...要準時到 不過人不準時到沒有關係 禮金一定要準時到好不好 這個是 你這個金蠶儲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們沒有這個壓力 他晚上馬上要結帳 飯店馬上要收錢的 那也是Cash 有結過婚的有知道吧 你們要不要把那個捐款帳號 打在螢幕上 大家可以先匯過去給你 好不好 那個 小楊哥 我也結過婚 對... 我結婚那天 我公公沒有收禮 真的嗎 漂亮 可是我們還是要收 為什麼要呼籲 呼籲 是民族英雄 你有千天白日勳章 說什麼禮啊 就是 健康的勳章沒有 他沒有拿到好不好 所以說沒有用 今天跟講錢沒有關係嘛 我還以為這集要聊禮金耶 不是... 搞錯了是不是 今天講的是時間是吧 時間 對 今天就是錢 還是有關係 時間就是金錢 像有一個人來了台灣 已經九年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固定工作 時間就是金錢 這句話在他身上來說 太準了 你看 我時間這麼的多 工作這麼的少 依舊生活品質這麼的好 錢這麼的少 好像時間不是錢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歡迎 永遠最準時 永遠約會不遲到的 四位代表 歡迎 當然還有女友遲到 多久都沒有關係 不要扣她的錢就好 我們聯合國型男 歡迎 很愛遲到 尤其在約會的時候 有這件事嗎 不敢怎麼樣 台灣人真的很愛遲到 是不是 噴他啦 天啊啦 沒有 這個噴他沒有道理 因為日本人講這個 我們就真的服氣了 對啊 日本人是準時到一個 對 沒有啦 也太準服了 不是啊 問題是好 我們就是提早五分鐘到 但是改不了 這是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我們的國民習慣 但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覺得誇張呢 因為有些人就是比如說 台灣人喔 所有台灣的朋友 然後比如說 包括我五個人吃飯好了 因為12點定位 我到11點55到了嘛 結果呢 台灣的所有其他的朋友 哇 12點20就到 然後呢 中 對 賽道 然後呢 問題是 因為那個餐廳 很多人想要訂 所以呢 被取消了 好生氣耶 應該是生氣是我嘛 不是你55分到幹嘛 蛤 你沒有東西吃嗎 對不對 不是 我是 你很餓嗎 不是 我是為台灣的朋友 我跟你講台灣人沒有準時的啦 沒有 而且夢多 剛剛一開場 你還沒說話 我就先挺你的 對日本人的準時觀念是真的 我們台灣 夢多 但是這件事情你真的錯了 為什麼 你這麼早到 你還讓他取消 你有 你有這麼不紅嗎 你為什麼不先去拿位子啊 你都到了 你還這麼早到 奇怪耶 不是 你還這麼早到 如果今天是為民哥先到 我想店家是不敢說這種話的 全店清空 是 鐵門拉下來就看他要怎麼用 怎麼用都可以 鐵門拉下來要打我是不是 看要點什麼買什麼都可以 沒有…不可能 因為我 我一定要非常確定 大家都已經到齊了 我才會出門 你才會從家裡出門對不對 真的假的 所以夢多 我說你交到那幾個台灣朋友 算是好人啦 真的 我們這些人約會都是約10點 12點才會出現 真的假的啦 好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夢多你從來沒有遲到過嗎 如果 說實話啊 工作的話 工作的話 但是我是就是快來不及 今天來不及的話 我提早潘個小時會告訴潘洋 就是說今天可能是沒辦法到 或許就是前一天 會講說明天沒辦法過去 但是基本上我每次 五分鐘到四分鐘 我跟少俠都會到 對 所以你們兩個算準時嗎 日本人跟德國人都準時 對啊 這兩個國家的人都超嚴謹的 德國人也是準時的嗎 德國人超嚴謹 基本上德國人會滿準時 我算是比較愛遲到的人 但是我們親愛們聚會的時候 我們每次兩個 一定是我們兩個先到 對 少俠你要不要講 四十 有一次我們在中校端化那邊 等Mondo 等了一個多小時 你還記得 那個是 那個是我要幫他講話 那個是因為他那天要有工作 工作結束他才可以來 對 因為我 我不知道沒有告訴你而已 我知道他在工作嘛 對不對 大家都在等他 他很想答應 他都沒有答應 就是路上 他在褲子裡還來 真的假的 日本人跟德國人的準時 真的是全世界 我覺得可以排一數一數二 沒話講 德國人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閃電戰術 納粹的閃電戰術 什麼叫閃電戰術你知道嗎 他是告訴你 波蘭的 我明天早上七點十分攻打你 然後七點十分一到 砰 砲彈 冰就出現 平時遇到 這是二戰的閃電戰術 日本人的準時誇張 我相信大家都去過日本嘛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其實對日本只是 你第一次去就知道了對不對 不是 我第一次去以後才知道 而且那個知道的是很誇張 就是我到了日本 我的留學生同學 就他沒有準時出現 因為他後來我知道他有課 所以沒來接我 然後我到了機場 我就自己搭了那個巴士 我就高鐵進去 就自己找到一個地方 然後就逛 逛逛逛逛逛到大概 好大概四五點 我想說他差不多下課了 我就打電話去他家 我說欸 同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有課什麼的 沒有去接你 你現在在哪 我說我在新宿 他說新宿 我跟妳講你到那個 你找那個南口 應該很好找 因為他很多漢字 你到新宿南口 那我跟妳約 我跟妳約六點零七分 會 對 我想說 什麼叫六點零七分啊 對啊 沒有人這樣約的嘛 應該有的會六點十分 六點十五分嘛 對 而且我們台灣人都說 宇文啊 我們大概六點左右在 我們都對不對 在 好啦 我就到處去晃 找到南口了 沒事再晃晃晃晃 還找 我覺得差不多那個時間 我就到外面抽一圓抽… 在抽一圓抽… 突然有一個人這樣 後面一拍我 我轉過頭來 我同學 然後他一看表說 你看 現在六點零八分 走 我們吃飯去吧 好準實喔 他就準到那個程度 然後 我們都以為是個案對不對 我曾經拍過兩部 日本偶像劇來台灣拍 日本的劇組在台灣拍 我在裡面演一個壞蛋 我第一天拿到頒表的時候 我拿到頒表是這樣 他會告訴你一個 這個你到了時間 然後每一場每一場 拍什麼 最後離開的時間 我看我到的時間是 早上六點十一分的通告 六點十一分 六點十一分 我想 六點十一分是哪一招啊 好不好 你就反正就抓了時間 我們反正拍戲 我們也都會提早到 我就提早到 在那邊吃早點什麼時候 我不騙你 我就在那邊 在那個松山慈惠宮外面那個 那個滷肉飯 我在那邊吃早點 旁邊不是便利店嗎 那是我們約會 約得集合的地方 所以是我突然看一個大巴 就一看就是劇組大巴 停下來我一看六點十一分 準到這樣 請問開心的是台灣人吧 是台灣人 怎麼這麼準 可是整個劇組是日本人在控制 好 接下來這個中間拍攝呢 日本人的拍攝習慣 有多專業 有多跟我們不一樣 我就不講了 我講最後 我那天的通告是 4點47分收工 那其實我當時就在想 好 4點47分 我看你4點47分放我走 所以一定提早 要不就是延後 我心裡就這樣想 後來那個拍完 拍完我的鏡頭 拍完最後一個 導演聊一聊什麼 就脫過翻譯說 陳先生謝謝 今天辛苦了 你可以走了 我一看表4點47分 可是拍完了嗎 重點是你已經4點20就拍完了 你一直跟導演聊天 他就脫了4點 沒有 導演 沒有 為了精準 對啊 我也是這樣說 他在這邊旁邊看4點 他看你4點40分還在聊天 4點45 4點46他走過去 維銘哥謝謝你可以先回去 這一點你破壞了 這一點你給我讓我點心 我當時並沒有這樣注意 我只注意到 他們相當精準的放人 沒有 我已經習慣台灣的就是拍法 然後兩年前剛好那個 跟那個日本的騎士也是 那個送到的菜 在一起拍 跟你一樣嚇到 非常的準時 而且他們幾乎都不破OT 很厲害 有 我看過那位 十億追殺令 有一部日本片 有來我們台灣高鐵拍有沒有 在包台南站還是嘉義站內部 他真的有演 對 我在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他真的有演 我知道那個 有啦 他說很紅耶 我那天看一個日本跟韓國合拍的片子 裡面有他 對啊 台灣人比較沒有實踐觀念 那怎麼比較 根本就沒有 他有比較 最沒有實踐觀念的台灣人是什麼呢 是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藝人 藝人 藝人 最沒有實踐觀念 你太不好 我們故意的 你們平常都不需要那個 打卡 打卡 你們沒有什麼限制 OK 我們外國人在這邊錄節目 我們都要幾點到 你們知道嗎 早上11點要到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膠本寫 我們第一場要十二點半開始錄 我們錄了快八個月了嘛 從來沒有十二點半開始過 有 最開始的時候 完全沒有 我們都幾點開始了 有差嗎 你這九年來都沒事耶 我也想睡久一點可以嗎 好刺激喔 我們常常 我常常九點舒嬅 這棚裡面人都沒有到耶 我們都幾點開始錄 你知道嗎 對 最早就一點嘛 所以至少超過半個小時 我們今天幾點開始呢 今天一點半才開始錄了 為什麼 總有一些藝人遲到 好兇 好兇喔 不只是藝人遲到 有夠兇的 連主持人都還遲到耶 對啊 我們發通告都說 來 新人們來進攝影瓶 攝影瓶 好 來 我們 我們要開始錄節目 好 十二點半了 我們坐在這邊 我們坐在這邊半個小時 對 我們每一次都這樣 我每次跟她說 我們可以半個小時後 再進去嗎 他們都跟我說 不行啦 不行 要快一點 製作人會生氣 我看怎麼進去 製作人在哪裡 才根本還沒到 沒有 結果 你才發的話 發的話給製作人 你在幹嘛 我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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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路上啦 我快到了 少俠 剛剛才起床 我沒得到 少俠 剛剛David說 晚半個小時 一點點半路 跟你不用來 你要學哪一個 我都可以很早的 沒關係 要再小兩個 請你提早一點 好不好 而且少俠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他中間這套胡子 都要長出來了 少俠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氣 因為我前兩年我去日本錄影 其實一樣的狀況 在日本也發生過 因為我那時候 就是因為什麼Hello Kitty 然後他們邀請我去那邊錄影 好可憐喔 真的 然後日本人他們就 他們就發早上10點鐘彩排 下午正式錄 然後早上就彩 那我就想說彩排 因為它只是一個談話性 問答節目 遊戲節目 因為在台灣已經玩爛了 我想說遊戲節目要 什麼東西 沒什麼好要推的嘛 好啦 那我想說他發10點鐘 那我去10點半去好了 因為一般正常台灣的通告 是這樣子嘛 發10點鐘 10點半 來舒嬅一下就可以錄了 對啦 你在別人的國家你怎麼敢 對啊 你怎麼那麼敢 而且你在台灣 都已經沒有節目上 你好不容易日本給你一個 你還給我遲到 真的 進日本有在轉台灣嗎 我怎麼會跳腳趾 也是在那邊等啊 結果後來我10點半到的時候 不是 你等 走過好過也沒有工作吧 馬國賢 你到底怎麼腦子打鐵啊你 我講說應該會跟台灣差不多 我哪知道 結果後來我一到現場之後 我進化妝室我發現 荒市已經沒有人了耶 那怎麼 全部人都已經在棚內 正在進 你不用丟台灣人的臉啦 拜託啦 你是代表台灣 你讓一個日本人說叫你 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拜託 你是代表台灣耶 拜託 他會不會以為台灣的藝人 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他在日本 拜託不用這樣子 我的日本的朋友 每個人都說 為什麼台灣人愛吃蛋 我害怕你們講話 你不用這樣子好不好 誰啦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大家是出來賺錢 和氣一點可以嗎 沒有 大家一直發怒 其實台灣的綜藝節目 現在進步很多耶 我記得我們以前剛剛 之前很誇張喔 沒有 我們以前主持的時候很誇張 我們兩個以前是主持的同事 我們那時候是跟著飛哥一起錄影 他都發現我們11點就進棚 然後就開始吃飯 化妝 換衣服 等 我們錄第一場 永遠都是下午4點 對 或6點 真的啊 而且有時候你還要陪主持人聊天 要安撫他的情緒 是因為吃了很多虧 因為我們拍戲的人 他有時候發我們11點到 真的拍到你 我有過一次 他發我早上5點梳化 是古裝喔 你這要弄很多罰卡什麼的 早一點對不對 不 4點 4點到現場吃完早餐 我開始梳化是5點 請你們猜我 拍到第一個鏡頭幾點 5點10分 8點 沒拍到 中午最晚中午 有拍 有拍 我公布答案 當天晚上11點 是喔 拍戲真的有可能 但是有時候是拍戲有可能 而且我不是新人喔 我都一直說台灣的女生 有些時候不是故意的 但應該是因為有吃過很多的虧 你們從起 就是準備到出門要多久的時間 我不知道 所以跟我約 就是他超過5分鐘不來我就走了 所以你不遲到 剛剛錄影全部在等你一個 屁啦 是啊 是進來看你能弄頭髮 沒有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錄演藝工作 錄影有時候遲到 是因為前面的工作延遲 或是就有什麼 可是我們平常約會 台灣人平常約會沒有 有遲到嗎 應該沒有吧 我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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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下約會是不遲到的 平常遲到 因為法國時間過得比較慢 對啊 法國人 有沒有法比歐什麼意見 如果法比歐約我 我前一天都會過去 我是深愛著他耶 你也坐飛機要很遠啊 這種好咖對不對 你們台灣的人很特別喜歡吃到 我一個台灣女生朋友 每次吃飯的時候 他差不多一個小時吃到 我跟我的朋友 我們都知道 如果他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會先吃 我們不要等他 因為每次一個小時 這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要吃到 五分鐘 十分鐘 是還可以接受的 那個範圍裡面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吃到 就是害到別人 像他說的一樣 沒辦法吃飯 或是大家都在等你吃飯 這是不好的心 對我來說 這是不好的心 可是你不能自己先點來吃嗎 沒有 這是不一樣 像我有一次 我們約我們台灣朋友 在嘉儀 我們去嘉儀的夜市吃飯 在加勒福夜市那邊 但是我們去那邊 我們要吃飯 我們要逛 然後打給我朋友 我們先到哦 其他人都到囉 打個電話給我朋友 你到底要不要過來 對啊 我現在... 我快到了 再十五分鐘吧 你們很愛這一套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 再十五分鐘就到了吧 好 我們就說 好 我們先在這邊等 十五分鐘後再打給他 先生你在哪裡 不好意思 現在賽車了 再十五分鐘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說 好 我們先去逛喔 好 我們就進去開始逛 嘉儀夜市 大概一個小時後 人家還沒有打給我們 我們打給他 先生你在哪裡 就是剛好有事情 你們說一個十五分鐘 對 每一次都是十五分鐘 然後就說算了 我們說 不然我們就是先 我們先去吃那個芒果烤肉 吃芒果烤肉嗎 蒙古烤肉 蒙古烤肉 好 我們說 我們就先去那邊吃個飯喔 好 他說我待會兒就到了 我們吃完 人家還沒有出現喔 我們就說算了 我們走了 好 我們就是走 我們快要上我們摩托車 朋友剛出來 你們要去哪裡 還罵我們好像是 你們已經吃了喔 為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等我 還要這一招 我完全不懂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明明就知道 是你自己知道 而且你一直騙我們說 十五分鐘 再十五分鐘 再十五分鐘 都沒有出現 我們要走了 你還要生我們的氣喔 太餓了了 那你不能罵他嗎 你不能跟他講 下次不要這樣嗎 你有罵他嗎 有什麼好 罵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台灣人 他就是永遠這樣子啊 我們就是要來台灣人 對啊 說叫什麼也沒有用啊 杜麗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道歉啊 總比像你沒到來得好吧 其實我剛才想說 我杜麗都沒有遲到過 因為如果有十到五分鐘 他就覺得 我乾脆不來就好了 而且大家很常講的一句理由說 你在哪裡 在路上 你都很想問說 你是什麼路 梅花路還是黃泉路 到底什麼路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情緒啦 真的 就像我每次錄影 我每一天到 每一次錄影的十點鐘 我都會問小楊哥 你起來了嗎 在路上 還要叫他哦 在路上 對 你還要人家叫你起床哦 不是 因為他要先梳化嘛 沒有,我九點 我九點就要梳化了 我的髮型要弄比較久 可是你現在髮型被吹得很亂 因為你一直想要模仿 彭华幹 所以真的要很麻煩 對 模仿這件事上面 因為如果是本身就很簡單了 弄就好了 杜麗 你那個不能是男生對不對 對啊 對 台灣男生 好 可能有一點沒有時間觀念 但我覺得你們很可憐 對,沒有時間觀念是台灣女生 你講得太好了 台灣女生太棒了 我跟你講 跟台灣女生在一起的男人 倒不是時間都在等 真的 是不是 而且等什麼 不會很難的 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帶一本書嗎 蛤 我不會看書呢 你還敢這樣子講 我從來沒有學會怎麼看書呢 搞不好你等他的同時 你都考上博士了 你就不會背二一啦 他不會背二一 他沒有背二一 他只是還沒畢業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肉席 台灣人的女生 特別是跟男生約會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民族性就是這樣 我們在學藝裡面 就這樣告訴我們說 不可以準時到 哪有 是女生不能準時到的 女生不能準時到 女生準時到或是早到 遜掉沒有價值 但是你遇到一個問題 他不會準時到 還會提早或晚到 對 要不就提早或晚到 是幹嘛的 比如說 提早是觀察你 提早是要觀察你 很無聊耶 好之前我 我之前認識一個女生 我知道她很愛吃到 所以我比如說 我們約1點半在那個捷運站 然後想說那1點半 那你出門你再打給我 她都不打給我 她等到大概1點20分鐘 打給我 你在哪裡耶 我現在到了 你可以來嗎 我說1點20分耶 後來她說 我們下一次也一樣1點半對不對 她叫我準時到 不要遲到喔 不然我就走了 我就準時到1點半耶 準時到我打給她 你在哪裡 你怎麼那麼準時到耶 我還在車上耶 可能要在20分鐘耶 對啊 妳不知道我們台灣人 很討厭準時這件事情嗎 怎樣那麼準時的 那為什麼還要叫我準時呢 因為她怕到的時候 妳不在 她沒有安全感 對 對 台灣女生是這樣 對 沒錯 台灣女生是這樣 真的 她覺得在路邊尷尬 對啊 我們問一下小小 因為只有她一直喊 對啊 對 因為我有毒出恐慌症 如果在大陸上 有什麼東西 在大... 你又不是林志玲 各位聽懂了沒有 全台灣的女生都有這種症狀 你是說我們還怕人家看你嗎 不是因為明星的關係 這個一個人 這個還好了 我們外國人都好 像動物園的那個猴子啊 對 真的 他們的 他走路邊 還有外國人 你看耶 對 好像我會做什麼 女生 女生 可是你比較喜歡人家看你嗎 你這個動作應該是泰箱會做的 好 而且他的頭髮怎麼比我還亂啊 對 真的 真的假的 還好他比你帥 對我來說 我是比利人 像德國人 我們的時間關聯就是比較... 我們很喜歡指示 比如說 我有天天都就是六點鐘起床 因為我想看一下浪 我很喜歡衝浪對不對 那有好幾次 我的朋友說 泰箱我們明天可以在一起下水嗎 那第一次我說好 那這也就是最後一次 為什麼呢 很簡單 有一次我說 OK 我們明天七點鐘可以去下水 因為從七點半到十點差不多 浪費非常的非常的棒 他說好好好 然後我說 因為我比較想要控制狀況 我說OK 我來接你們好不好 他說好好好 結果我就是那天早上 我剛剛要出門的時候 我說 要不然我傳一個訊息給他們 來查一查 他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說OK 我現在出門 請你們準備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到你那邊 你直接來到我的車上 然後下水 好 他們很明顯地讀了那個訊息 所以我覺得 我已經放鬆了對不對 結果我到那邊 一個人都不在 我說怎麼這麼奇怪 他們自己下水了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開始跟他們聯絡 那我等一分鐘 兩分鐘 十分鐘 都沒有什麼 沒有誰接見話 我覺得 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他們很明顯地有多的訊息 看到局裡太機勢 他們不想去了吧 我不曉得 不曉得 那我就是很有禮貌地等到 他們到來 但是他們一直都不在 所以二十分鐘之後 他們打給我 他現在不好意思 還在台北 我說 台北 台北 為什麼 為什麼在台北 所以他們 他們還要 搭公車 回到頭城 我覺得 太誇張 我說 那好 我就是放棄的話 我就是自己走了 我覺得 就是剛剛聽泰山這樣講 我突然想到就是 歐洲人 像德國人 我碰過特別多事 因為 我有一年在印度學瑜伽的時候 有老師是德國人 我被德國老師罵過很多次 因為台灣人喜歡抓那個遲到五分鐘十分鐘 或是剛好那個時刻走進去 但尚瑜家很安靜 所以我常走進去的時候 大家在打坐了 然後我有被叫起來狂罵過 就德國人罵的 但我那個老師應該對自己的那個 教課的品質的要求非常的高吧 他不會隨便教嘛 就德國人都很嚴肅 很嚴謹 就遠遠走過來 一群白人 就是每一個看起來都是 人高馬大 金髮畢業很帥 不孝的那個 一定是德國人 你這時候我在德國也當過教練 那我們真的要準時到 因為我們要開一個團體班嘛 對不對 一個團體課 你大概二十個人 運動你 遲到五分鐘 二十個人在等你耶 那那個很沒有面子 我要等二十個人 他們有付錢啊 所以我一定要準時到 我也有付錢啊 對 但是這樣子他開課 那大家都可能在中... 瑜伽嘛 他們做放鬆的一些動作 呼吸什麼 大家很安靜 那你在那邊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 我承認遲到一定是我們不對 但是話說回來 我那時候是在印度 印度人更愛遲到 可是老師是德國人 那你找印度教練就好啦 為什麼找德國人呢 喂 德國人比較厲害對不對 他們自己講啊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狀況 準時本來就是應該的一件事 對 是我們不對 只是我說因為 你不能因為說你付了錢 那你付了錢 你以後來都很準時 好任性喔 因為他認識了吧 所以我說 我說有些我們台灣人不好的 我們自己要吃到 那要怎麼樣 對 沒有 沒有 這個補一下 因為我也是教練 對 台灣人真的很愛吃到 加上就是說補 上課對不對 沒有 而且我 對 因為我在上課嘛 那就是說有些人就是七點 可是很尷尬的話 比如說我先熱身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些學生就是 會不會是不一定嘛 有些學生就是一開始 看一開始的人 胖個小時知道進來 那我教練一個人 怎麼教 懂得意思嗎 這個大家的軍事會亂掉 我知道 我了解 對 這個就是很不尊重教練 有時候覺得 不尊重 那個教練覺得你不尊重他 對 他會這樣說 所以就是 可是我說的 那還聽嘴啊你 好痛哦 沒記住了 來聽一下巴西的貝丹尼 我跟你講 很多人會說 巴西人都是很愛吃到的 可是我跟你講 台灣... 沒有 不是對啦 對 我覺得台灣人可以提起來 而且可能就會贏了 我有一次 就是我跟我的女朋友 就是約出去吃飯 然後我就是很愛心 就是寶貝 我們今天去吃吃飯嘛 我帶你去 一個很好 很美的餐廳嘛對不對 然後她說 那你可不可以來我家結我 因為很冷耶 那個時候冬天嘛對不對 那我說好... 那我去結你 可是我們約七點 我說七點我要... 你要到你家樓下哦 然後她說好... 我會七點在我家樓下 然後我說好 到那邊的時候 已經七點了 然後我說 可能右邊左邊找不到他 然後打電話給他 沒接 過了十分鐘 我才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說 幹嘛還沒接電話 我就已經七點 快七點二十分耶 還沒接電話 我說 因為我在外面很冷耶 你知道嗎 然後... 過了四十五分鐘 他就打電話給我跟我說 寶貝 不好意思 我更洗澡了啦 我說 我們不是約七點嗎 我七點到你家樓下 你幹嘛 七點開始洗澡了 我覺得我不懂啊 可以早一點洗啊 你腦子是不是進過水啊 可以早一點洗啊 我怎麼早一點洗啊 一個漂亮的女生說 你七點到我家 然後到樓下的時候 你打給他 他說我在洗澡 然後你還叫他下來出飯 你腦子進水了你 哪有啊 我跟你講 七點我就到了 他叫你上去 沒有 而且他沒有講我勝趣啊 如果他有講我勝趣 我告訴你 你問我看一下杜力 杜力就直接衝上去 我告訴你 會嗎 太開心這個 你要是夢多的話 夢多連電話沒打他直接就進去了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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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撬開水 你用藥匙也沒關係 可以去除了 你來不去啊 對 真的 太誇張了 但是就是這個情況 跟我的情況不一樣 有些台灣的女生 真的完全沒有世界觀念 我跟你講 因為有時候就是 我之前跟日本的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他 比如說今天11點之門的話 他9點先起來 弄髮妝 整理東西 然後他就是差不多 在半個小時前 叫我 Baby起來 差不多了 就這樣嘛對不對 結果來到台灣 比如說 好 今天11點出門 女朋友 跟我一起4點半起來 然後女生本來就是準備比較久 對不對 然後一直在吹頭髮就發動 11點還在吹頭髮 然後天啊 就是每次大概都這樣 就是如果是12點出門 大概差不多12點半在出門 然後問題是呢 問題是因為 我是比較就是11點出門 就是11點想出門嘛 所以一直在等... 等到想大便 因為我很會大便 腸胃真的很不好耶 真的嗎 不是啦 我好擔心你喔 通罵通罵 知道這個感覺嘛對不對 對 不是一直在等你知道嗎 就是佛座山來 快點快了 快點的時候 接著我的屁股開始 好死 東西想要去的 然後呢 對... 然後問題是 到了那個時間 我看好像大便 害罵我耶 大便在5分鐘而已 害罵我 但是其實台灣人覺得 外國人也很懶散啊 不把時間當一回事 就是很浪漫 就是很多東西 就是覺得時間好像也不要錢 雖然你們很多都很準時 可是很多時候就覺得 好像也... 就他們好像不是很想要賺錢 他時間套就會... 對 你會不理解 比方說你剛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就是... 台灣人就是很晚起來嘛 白天逛了觀光名勝 晚上就是先百貨... 購物啊 到購物 到日本的百貨公司 就5點 6點就關門了 對 有些地方一樣 有些地方 對不對 七早八早上街街就沒了 你就不知道該買什麼了 對 那台灣人這麼愛買 我們去日本 日本有什麼光光名勝好看 就是購物嘛 你店都關了我們能怎麼辦呢 對啊 結果發現 他們店關了以後是那個 賣吃的有沒有 G9屋這種 我就開始人多了 歌舞伎丁 八王子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為什麼沒有提早一點起床 有一些人比較喜歡 就是白天做事情啊 杜力哥 日本你去過嗎 日本的百貨公司 並沒有早上5點開門喔 不能... 那麼早應該是差不多 9點 10點那時候開始 因為美國也是這樣子 早上10點就開 然後晚上9點就關門啊 哪有 而且是6點就關 我覺得你們美國人 也沒有勤快到哪裡去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在美國 我們是觀光客嘛 很多時候我們會坐計程車 只要晚上的計程車 要不就是印度人 要不就是亞洲人在開車 都是亞洲人 幾乎看不到白人或黑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以為美國人只有白人嗎 不是 不是 就是白天...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白人或是你們黑人 你們比較... 就我們外國人的感覺 你們好像比較懶惰你知道嗎 就白天開開 你們... 你誤會囉 他媽... 你誤會囉 我們黑人都在開公車 有這種事 對... 那你遇到的是 他們需要賺那個錢 他們才要開 白人不需要賺那個錢 就可以休息 對,我覺得這個意思 辛苦錢嘛 辛苦錢嘛 我跟你講 我們那邊有一個公車 一台計程車都沒有耶 我們那麼懶惰嗎 對 我們都要自己騎馬過去了 對 我們去那邊... 好萊塢電影看太多了 你看看他家這個環境 會有什麼計程車 你看耶 連路都是石頭路是不是 你這是在屏東拍的吧 你騙我 這是我家... 我家路上 石頭路 我覺得國外啊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IT部門的主管 然後他是子公司 他要跟國外 英國的總公司來開會 所以他開會是用視訊的 但是因為有時差的問題 所以要配合那邊 然後差不多晚上10點他要開會 但是他的那個總公司的 開會對象是英國人 英國人本來也是跟他約一個時間 後來就說 我們有事所以要延遲 然後後來就再也就是聯絡不到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 才說要開會 那我們台灣這邊已經覺得說 都已經晚上11點多了 到底現在才要開會 好吧那就開吧 然後因為有點延遲嘛 所以在開會的過程中 他們就開很快 可是在還沒有開完的時候 英國這邊又突然講了 就說 好 我們今天開到這裡就好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很奇怪啊 今天已經延遲了 而且內容都還沒討論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 結果英國那邊說 因為下午茶時間到了 然後我們因為要這樣子休息 我們提個神 喝個東西 然後這樣工作才有效率 所以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邊 我們明天再繼續開 可是對於我朋友來講 我已經從晚上九點 等你到十一點了 你突然跟我講 你那個時間是要喝 下午茶的時間 所以就覺得好像很多 是不是歐洲人都這樣呢 那個公司是在歐洲開的 對不對 在歐洲 對 總公司 所以你朋友領的薪水 是歐洲的錢對不對 對 所以他要接受啊 對啊 所以他接受啦 對啊 可是... 對啊 所以沒有什麼好生氣的啊 西班牙人最誇張的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時間啊 因為古龍今天沒來了 因為古龍沒來了 要不然會罵他 你知道嗎 因為他每次遲到了 每次每次遲到了 我每次約出去 然後沒有我們喜歡 就是如果我們去夜店的話 因為夜店太吵 你訂不到東西嘛 所以我們會到 我們會先到他的家 然後去那邊聊天啊 喝個東西 那我們大概八點會到他的家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喝、聊聊天啊 那我們就說好 我們七點半要出門啦 七點半已經說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七點半每次 每次 你的朋友都好愛洗澡 你的朋友都在洗澡耶 都時間到時候 都洗洗澡耶 那你不要說你要去... 還是你也有對古龍做什麼 做完他就覺得很不舒服啊 還是你去古龍家幫他推頭髮 我對古龍沒有興趣啊 都是沒事 生活步調很慢啦 對啊 歐洲的人都這樣 包括德國嗎 西班牙會 義大利人也會 像我之前有一個德國朋友 在台灣讀語言學校 那他有義大利同學 那他們 一群義大利人 大概五六個人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德國人 我們就 約 十一點要出門 出去玩 那我十一點 我跟那個德國人都一樣 十一點到啊 那我們就等 那個德國人就跟我說 你不要 期待我們 馬上就可以出去 至少要等半個小時 我們就等到大概十一點四十 我說 真的太誇張 他說沒關係 義大利人 每次都這樣子 他每次跟義大利人出門 其實 他跟他們約好是十點半 他叫我十一點到 因為義大利人多 他說義大利人很正常 可是對女生來講 如果問歐洲哪一個國家的男生 比較迷人 大家一定都不會選德國 因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 感覺比較熱情 因為德國人就看起來很嚴肅啊 你很準實 因為台灣人不喜歡準時的國家 對 你很準時 然後很嚴肅都不笑 那有什麼用 你要感覺像義大利人 是不是比較浪漫 女生一定都選義大利人 你們要不要試著去泰國看看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講的都是 就是 或許就是做去約會嘛 我在泰國 我在泰國兩個多月 在那邊都在拍廣告 是工作喔 不是那個攝影機 是工作 比如說十二點開拍 那我一樣十一點五十 我到了嘛 到了時候 完全沒有人 好 這個跟台灣一樣 沒有關係 好吧 習慣 應該長得差不多半個小時 但...沒有人 大概一個小時 沒有人 一個半小時之後 開始就是有幾個人來 你等一個小時沒有人的時候 你開始會不會懷疑發錯地方 有 我有打電話那個經紀人 他說對 是在那邊 然後又還不知道情況 他說等一下 好 OK OK 等 結果兩個小時之後 就是氣質進來 然後等到三個小時 再導演進來 然後三個半小時就開拍 因為他們那邊沒有OT 那你們還在埋怨台灣什麼 不是 不能比啊 那今天不能聊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聊泰國就好了 對啊 聊泰國就好啦 沒有問題是 他們就是沒有OT 就是歐巴泰國的觀念 你看你德國人多麼嚴肅 你聽不懂就開玩笑嗎 突然 沒有 其實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我覺得越南方的人 一定都會比較浪漫 比較時間步調比較慢 對 就比方說台灣 台北人的步調明顯 比南部人的步調要快很多 對 我們到了高雄屏東 你就會發現 大家過得很輕鬆 而且走路的速度 真的差好多 對 很明顯 所以夢波到泰國 他們慢一點 他們說熱帶國家人 本來就會比較 稍微比較慢一點 我也明白這個我了解 因為其實我們日本也會 我們東京跟九州完全不一樣 有點台北的高雄一樣 其實但是就是沒那麼差的 但是也是沒有那麼準時 所以我去東京的時候 非常壓力大 泰國我都覺得還算好的 有一個國家叫柏柳 以前是那個 柏柳 對 以前是美國托管 現在是一個獨立國家 台灣邦交國 柏柳是剛好在赤道上面 對... 就赤道也就這麼一點點大 它全部在赤道上面 是熱到一個你會想死的那種國家 我們去出外景 你是跟當地政府聯絡出外景 所以全程都是柏柳 國家的觀光局會招待你 安排行程什麼... 好啊 都有安排嘛 好 那當然也有我們一些 我們私人行程 好 去一天 第一天有街機的 拍... 第二天 早上拍完景點 下午要去一個那個什麼 當地一個男人會館 就是當地的文化 就是反正一個 男人一個很重要的據點就是 因為男人沒什麼地位 然後男人跟那個 女人又主宰這個世界 男人就要有自己的世界 所以男人就蓋了一個地方 就是... 某些時間這邊就只有男人 女人不能來 叫男人會館 其實也沒什麼 但是是因為當地文化 所以叫我們去拍 觀光局叫我們去拍 好啦 一點我們中午休息完 一點到那個地方等 等...等了半個小時 大家都沒幹嘛 還沒幹嘛 我說這座人這個... 我們這邊要幹嘛 他說...我跟你講這個男人會館 他就開始跟我講這個例子 講...講完 我好 那我知道了 來錄吧 沒有我們還要等... 等什麼 等那個泰國觀光局的人來 不是 等那個柏柳觀光局的人來 好 等等... 然後那個地方沒有行動電話 所以電話就只有室內電話 後來三點半終於聯絡到 觀光局那個人睡午覺睡遲了 所以他不來了 對 我們應該是睡過頭 不好意思 我趕快派個秘書派個什麼 沒有 因為睡過頭 所以我就不夠去了 觀光還去官員耶 對啊 調不調 因為太熱 對啊 對啊 那你覺得這樣還夠慢對不對 沒有 我去過一個... 我去過一個國家叫尼泊爾 我也去過 我去過那邊 對不對 剛去很興奮 好多廟啊 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 對...好 吃飯 吃飯就找那個餐廳 然後當時餐廳你會... 到了餐廳門口你會發現 那這餐廳是有開沒開還是鬼屋啊 裡面就沒什麼燈 但是門都是開著 然後有招牌就... 是餐廳啊 桌上有一桌一桌 餐廳啊 好 就進去 進去那邊 不好意思 哈囉 誰 問題是你跟他們講英文啊 不是 因為我們外國... 我們... 以為不通 我們只能講英文啊 有聲音會出來 沒有 尼泊爾人英文很好 對啊 尼泊爾人英文很好 對 他們英文很好 不知道嘛 反正你去就等 沒人啊 然後也不知道能不能抽音 管他 反正就抽音 大家聊聊... 聊了好久突然也出來 他就出來了 不好意思 你們是... 你們是觀光客聊聊 你們要喝什麼 你們要吃什麼喝什麼 點餐點餐點餐 然後那個可樂 可樂要先上嗎 對 可樂麻煩先上 好 OK 等一下他就進去了 進去我們聊天 來... 可樂咧 可樂咧 然後又想說外國人 我們不一定要放慢點 不要外... 我們把台灣那種習慣帶到這邊來 已經很慢了耶 我們在放假嘛對不對 大家放鬆放鬆 再慢一點 又抽了大概八根菸 這... 八根... 還沒來耶 Hello 然後就裡面 Hello 大概叫了三聲 裡面就很小聲 Oh yes, wait a moment please 然後沒多久拿了幾瓶可樂出來 在我們店員家 打開 有可樂我好開心 大家喝喝的 他就進去了 Just a moment please 然後又走了 可樂喝喝喝 喝到燉又完了 就是連那個口水再生氣 你再把它喝掉 沒有人 人呢 Hello Excuse me 沒有人的聲音 你聽到裡面有這樣 嘎嘎嘎嘎 煮飯炒菜的聲音 好了 第一道菜送出來之後 兩個小時 好久喔 吃...後來... 後來我發現 我在那邊待了一個月嘛 在尼泊我這個國家 玩了一個月 每一餐飯平均時間 三個小時 其實跟法國是一樣 就它的步調 它的步調慢到 它也不急 而且尼泊爾它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比如說像我們台北 對不對 大安區有電 南港就沒有電 所以它也快不起來 因為它只要... 它只... 它是分區限電的 供電這樣子 對,所以它那個人就很放鬆 是因為 比如說大安區有電 然後現在北投就沒有電了 所以你突然吃一吃 就砰 全部都沒有電 然後大家就很放鬆的 把蠟燭拿起來 然後就全部人開始等 他們也不會緊張 所以那裡的人就是這麼的... 對 那台灣去開快炒店的應該都倒了 對 因為太快來了 他不習慣嘛 我們來問一下八位型男 你們覺得誰最沒有時間觀念 請用白板寫出來 好 今天是七位 好,請亮板 八星人還好一直說別人喔 我不會小心... 我不會小心... 有人高票當選喔 真的耶 都是費丹尼耶 對啊 八星... 你們太誇張了啦 太誇張了 除了... 除了少俠寫賈斯汀之外 其實我也可以說費丹尼啦 但是... 所以賈斯汀要騎馬來比較久 賈斯汀有故事 我那時候在公館附近忙一些事情 那賈斯汀那時候好像要... 去上什麼... 打圈什麼... 什麼課 忘記了 我們說可以約七點 剛好我七點忙完 他也七點結束 所以他說我七點結束了 我可以到公館去找你 我說OK啊 你那時候在哪裡雙眼還是在哪裡 中山 大概可能穿那邊這樣 我覺得可能要至少二十分鐘啦 好 我七點看手機 我剛剛忙完的 我看手機 他說 他... 中間有傳訊息 我看 啊... 我遲到了 他本來要五點開始上課 然後到七點 他說他五點半說 我剛才開始上課了 所以可能會晚一點 然後後來他說 其實我的教練也遲到了 所以可能要到七點半 我說沒關係 七點半可以等你 我說 他就OK啊 好啊我盡量趕快 快七點半了 我就在那邊等 他說 啊糟糕我忘了我還要買東西 因為我要去送什麼禮物啊 我還沒買 我說 錄影啦 蛤 我要買一個隔天 因為他們那天叫我們買那個紅色的衣服 那你怎麼跟我約七點啊 然後你還說 我要上課還要錄影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然後他說 他說我要廣告去到公文 我說 那我們大概幾點前 他說 喔七點四十五沒問題 我說 你在雙臉 你還要買東西 你可什麼 七點半到七點四十五可以到公文 不可能的事情吧 不可能 我那時候在士林嘛 OK 我在健身 有一個健身教練 OK 他免費耶 他知道你 難怪你要拿牌子 我都這樣嘛 他免費啊 你的觀念完全變成台灣了 你剛剛憑什麼說我們台灣人時間 今天觀念不好 那大家都寫費丹尼一個 泰山你是因為跟他約過嗎 沒有沒有 但是他代表一個巴西人吧 喔 那 為什麼我這樣覺得呢 我在比利時練巴西戰舞對不對 然後 一般來說 我們的課就是早上八點 不好意思是晚上八點到 晚上九點半 所以一個半小時的課 而且那個課還是滿貴 就是每一次上課就是六塊歐元 還是滿貴的 但是 每一次 真的每一次 那個老師 我們的巴西 他是巴西人吧 他每一次都會知道 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所以就是還剩下一個小時的課 我覺得 真的不要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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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必須承認 我的那個女朋友 現在她在巴西 她在那邊 在當 她在做義工之類 她在那邊 認識了很多很多巴西朋友 每一次跟他們約會 比如說 晚上我們七點鐘之類 可以去吃個飯之類 他們一直都是知道 但是知道一個爆炸 大的爆炸 就是比如說他們晚上十點鐘才會出現的 然後他們說 沒關係 我們還在忙別的東西 所以巴西人都這樣對不對 都這樣 比較猛 我完全不懂 我完全不懂 我真的完全不懂 我也是選擇飛達尼 為什麼 法比歐 少俠 杜利 都可以幫我證明 我們昨天 因為他玩左右 他到現在還沒來 什麼 真的 他在錄影 你很幸運 喂 我在忙 我在忙 來不及 我已經玩完了 好不好 最誇張的其實 菲丹尼真的很嚴重 每次約他 我們約比方說 我們提早可能三四天約他 就說 可以啊 沒問題 當天她說 對不起大家 我突然有事情 沒有 我想要請問 所有的行囊 菲丹尼 等一下 請問 菲丹尼跟古龍 哪一個比較沒有時間觀念 菲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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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隨便講話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三四天約 法比歐的生日 在那個東區的後面 我第一個到了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我們要講 等一下 這個我們要講 沒有人來 這個我們要講 對 菲丹尼哪一天 我們在這邊錄影對不對 我們錄影到很晚 因為 重點是 重點是 我們說 我們大概十一點 對 我們錄到快十一點 我們再過去 你叫他幾點到嗎 他十點半在那邊 Guys Where are you 我們還在錄影啊 他說 錄影 等一下 最好笑 我們差不多十一點半 十二點到吧 對不對 沒有 我十一點半就到了 沒有 我們差不多十一點半 十二點到 十二點半他就走了 沒有 他根本沒有出現 我們到了 他已經走了 我得好久好不好 對 他就說我們 我得好久啊 那馬上 我說菲丹尼在哪裡 我去圖書館了 對 十一點 十一點 我也說你誰的 只圖書館 他說這樣 如果沒有妹就走了 對不對 我得好久了啦 誰的觀念是什麼 每次都這樣 得好久了 不是遲到 他一句話都沒有講 其實我以為 我有點懷疑 我覺得 攝影棚之外 菲丹尼根本不存在 他有可能失敗 我從來沒有在外面看過他 真的假的 我們讓菲丹尼平反一下 他說最會遲到 最沒有時間觀念的 不是他 他寫肚立 肚立啊 就肚立啊 我每次看 因為我們會約嘛 就是用LINE約 那我們上次又約去玩遊戲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在誰的家 在馬進的家 七點 那我覺得馬進很辛苦 因為他有小孩子啊 有老婆嘛 對不對 要照顧他們啊 那七點半 莎夏到啊 可能 罰得到啊 少小到 少小 我的等我名字是少小 OK 獨立在哪裡 獨立沒會打訓訓 那九點 重點是 你有來嗎 我沒有去啊 你剛剛沒有來啊 你幹嘛沒有去啊 他沒有來還講 可是我說不會去啊 為什麼還可以講 我說不會去啊 菲丹尼 你沒有去 你怎麼好意思 對啊 去人又沒去 才敢寫 然後還要罰 你還罰人家 可是至少我沒有說我會去啊 真的 我真的覺得菲丹尼沒有時間觀念 因為我這 法國人說 真的 來… 三個禮拜前 錄音完了 我的摩托車壞了 所以我坐捷運回家 然後隔天呢 我跟菲丹尼 打算一起去運動 去想山 然後我 我打電話給他 我說 你可以幫我 借我去修理 機車 車子 對啊 他說OK 我差不多十五分鐘到了 OK 十五分鐘以後 我去洛西亞等他 十分鐘 很冷對不對 等一下還好 OK啊 但是二十分鐘還沒來 三十分鐘 十五分鐘就猜到了 很開心 你總共等了多久 你總共等了多久 什麼 總共等多久 四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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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太快下去了 太快了 你怎麼能怪他 我覺得你的女友叫你七點來 她是不是知道 你太遲到 才叫你七點就來對不對 哪有啊 你們 太快了 貝丹尼 我請問你在巴西的約法 是怎麼約 對啊 是約七點然後你們要幾點到呢 你要看男生女生 有那種現實喔 好 請問你 如果是男生約七點鐘 你會幾點到 如果 全部都是男生 沒有 如果 兄弟的話 我就會七點半就到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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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都不是兄弟 他們都不是兄弟 對 但你們那邊 如果是七點開派對的話 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是怎麼樣 沒有 好 我來跟你講 如果有一個派對的話 一個生日的派對 我跟你講 巴西人他們真的不會 他們不會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人到 因為他們覺得 第一個人到幹嘛 就好聊啊 你第一個到那個派對 沒有人 就不會很High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那個派對 七點開始 因為九點就是 已經很多人 他們大家都已經喝醉啊 就這樣子啊 中一定要有人當第一個好不好 對 一定會有一個人當第一個人到 總會有一個第一個 第一個就不好玩了 你們是不是檢視你 一定要約一個外國人 因為外國人就沒有人去 不能說 只有說國外巴西 其實台灣喝喜酒也是 常常寫六點半入席 對 但真正開席都是八點了 差不多 有些八點半九點 真的 我參加過亮澤的婚禮 中午的 中午是不是十二點入席 然後十二點半開席 我參加他那一場 十二點入席 我們大家都準時到 等到吃完的時候你們猜幾點 四點半 因為到快三點才開始 我也是請中午 我也是三點 算九囉 好像三點才開始 三點才開始 對 我請中午 你那個還好吧 那個誰 我們國內一線主持人 他的那個婚禮 他是寫六點鐘準時入席 六點半開始嘛 我們吃到第一道菜上來之後 那已經是九點鐘的事情了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一個派對之類的 不能太晚到 你不能兩個小時 這樣子不行 但是也不能太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像我之前也是 偶爾會煮個飯 然後就請我台灣朋友吃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 差不多聖誕節 然後就提早辦了一個派對 然後就住一些 美國道地的聖誕節會吃的東西 然後就是邀請我台灣的一些同學來我家 但是你知道 住東西的人有點辛苦 因為這個派對也是我辦的 就是派對開始之前 你以後很多事情要做 你可能要是開始洗完 或是開始農作 布置一下 布置一下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那個時候我在弄 聽到 突然聽到那個 我想說 應該沒什麼人吧 然後去看一下 就是朋友 這麼早 也提早太多了 提早一個小時到 但是他找了一個藉口 他說 因為我本來是在這裡附近逛街 然後想說我就回家 就是時間有點太多 所以就是覺得就是先過來 但是這樣子就變成我非常非常的尷尬 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就說 不然你就先坐一下看電視 但是我的心裡有一點不舒服 而且我開始走到那裡 我坐到廚房 他也在我後面 然後我想說 你可以去 你可以回去看電視之類的 沒有啊 沒關係 然後我就說好啊 那要幫忙嗎 好啊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幫忙 因為這是我自己辦的派對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的尷尬 提早五分鐘 玩五分鐘是OK的 但是不能太早 其實做菜的人 有時候不喜歡人家看 對 這要是我問他要不要幫忙 他說不用啊 我站在這邊看你做就好 也有過那種 你跟爸爸媽媽約 永遠 你跟他約十二點 他就是十一點半到你 到了那個餐廳跟你說 你到了沒我已經到了 怎麼還不來 我們可以約十二點 我們可以約十一點半 對 而且如果是長輩 對 長輩你又不好意思講對不對 為什麼要提早那麼多呢 他會這樣是不是 對啊 而且他覺得他到了 就是你就是要到 全部人都應該要 對 就是設定好對不對 可是你就是約十二點 你不是約十一點半啊 是 我也不懂為什麼 沒有老人家都這樣耶 比方說送飛機 小梁幾點飛機 十一點啊 我現在差不多該走了 差不多該走了 因為會交通啊 會塞車啊 對 請問賈斯汀 你們那邊約會提早到嗎 不太會 因為比如說像他說一樣 他在那邊煮飯啊什麼 如果你跟那個人太熟了 你提早到 他會叫你一起幫忙 這個我不要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就是大概 大概那個時間到 但我們那邊是 那個人是快要到 還是東西已經快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要讓那個 量那個距離 因為我們住很遠耶 要開始很久了 所以那個人是差不多的時間 會打給你說 你現在可以過來 你知道嗎 我們還要過山啊 在那個石頭桌轉啊 你現在有沒有這麼遠啊 過喜邊 無聊 你知道騎馬的地方 你覺得 對 有時候約時間也要看 但我覺得台灣的 台灣的風格是要看 那個人是已婚還是未婚 我覺得約時間也有差 對 有差嗎 有沒有生小孩是有差的 對他們晚上是不太出來的 對有生小孩之後 他們白天就好像是出獄一樣 然後就可以跟姐妹掏出來 如果是已婚的人 那日本呢 日本其實很多時間的規定 其實比如說 年紀大一點的 像我們就是年輕一點就還好 但是像那個我媽媽的年紀 他們就 比如說 日本人不是很喜歡那個下午茶嗎 就是比較貴乎他們 就是下午茶什麼的 但是呢 他們下午茶 比如說兩、三點開始 大概 十點就結束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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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老公下 全家人下班以前回家是吧 沒有 沒有 因為他就是 這個時間 然後就是準時老公回來吃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都不講 就是說 比如說 好 那個 比如說我去朋友家好了 大概看到 十點這個時間 不能讓他開國 我差不多要準備 我們要先走 懂我的意思嗎 沒有文化不一樣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印度就是住的時候 也是常碰到跟人家約我 一開始跟印度人約 你們知道印度人很喜歡這樣搖頭嗎 就是印度人會這樣子嗎 就是他這樣子的意思是 是 所以 如果你跟他說我跟你約 就是很多印度片子 你會看到說 我跟你約晚上六點 他就這樣 然後他們那個搖法很特別 然後 他這個意思是 可以的意思 隨便可以 所以 你問他說晚上六點 他就這樣 他這樣給你搖一搖 他是這樣子嗎 對 對 就類似這樣子 那不要 不要 印度原來是一個 這麼俏皮的國家 你看那寶萊塢都是這樣 他就這樣搖一搖 然後就代表隨便你OK 那我就會說 那是六點喔 不要嗎 他就會說 然後就一直跟你搖 從頭到尾你跟他約 你就不懂 他到底是要約六點 可以還是不可以 結果 我才知道他們的文化是 這個是 是可以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說你要吃 比如說我要點一個什麼 咖哩飯好不好 我說點一個咖哩飯 可不可以這樣 這樣子 我不是很會搖他們那個搖法 就是 但是少俠你知道我說 他很厲害 他真的很會 就是他會搖 對就是這個搖法 他搖得很誇張 他們搖得超誇張的 就這樣子 這麼俏皮 我們的確不知道他要表示什麼意思 你問 他們很厲害 你知道這樣搖頭會暈耶 對啊 他們不會暈耶 他們不會暈啦 真的 很厲害 講到文化部 剛剛要講到台灣 其實沒有任何的下班時間 對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非常的流行 外國人在台灣上班的時候 是不是有點不習慣啊 在台灣或者是可能在日本嘛 可以發現 就是 就是這邊的人工作 沒有就是那個 因為 我就覺得 晚餐的時候 就是公司啊 或者是如果有什麼東西啊 要跟我們溝通的話 就是不要這麼穩 打電話給我們 然後跟我們說這個事情啊 對不對 因為又一次啊 就是我在我家買我的東西 然後晚上 幾點多 有打電話來了 然後我就看 然後 喂 就 我是那個 電話公司啊 就是 我要跟你說 就是你的電話 你的手機已經可以用文錄 我說 你幹嘛 就是這麼穩 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這個事情啊 就是太穩了 我覺得太穩了 我在嘉義的時候 我跟我的老闆說 除非是有颱風 或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下班都不能打給我 早上也不能打給我 那時候因為 我是正式上班的 就是固定就是 下午兩點到九點 那時候當英文老師 你可以用我的時間 就是下午兩點到九點 除了這些時間 都不要打給我 週末不要打給我 除非是很嚴重 或是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我在美國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 有一些台灣的老闆 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員工 就是 覺得他們 你是他們的員工 他們隨時可以用 對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不OK 然後在美國 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人家在吃飯的時候 就不要打給他們 像那個晚餐的時間 對不對 晚餐的時間 六點到七點半 人家應該不會打給你 但是七點半之後 我們那個訪問 馬上變得超多 像我媽講 我每一次回去美國 早上九點 那個手 那個電話就 一直響 一直響 都是客戶員人 才要買東西 那是中午十二點到一點半 沒有人打 就是很安靜的那個時間 一點半 人家都開始打 打到五點 六點就沒了 就很安靜 因為我覺得就是美國人會覺得 吃飯的時間 就不要打 不要打擾人家 真的很好 我以為 全球應該是有一個禮儀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間 不應該打電話 但是 之前有一個朋友 我大概十二點半 晚上的時候 我已經 開始要慢慢準備去睡覺 電話響 我就第一次沒有接 過了五分鐘又響你第二次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 少俠 你在幹嘛 我說 我要準備去睡覺了 蛤 為什麼 你都沒有看到我的訊息嗎 我說 什麼訊息 我剛剛傳訊息給你 你怎麼沒有看 他說 那你先看 等一下再回我 我就 好 小梁哥問你 傳訊息給你 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嗎 不是 女生 跟工作沒有關係 可以講 沒有 沒有沒有 他們跟誇張 他們三點都還會打 但是那個 我就看訊息 大概十一點半傳訊息 那我沒有 我沒有閱讀 我沒有回 他就覺得很奇怪 我應該要回 那我就跟他說 我就打電話跟他說 為什麼 我十一點半的訊息 沒有回 我一定要回 他說 我想說你很奇怪 你怎麼沒有回 你應該要回吧 我說 這個時間在德國的話 如果沒有回 代表我可能已經睡了 我不想被打擾 他都沒有想過 我沒有看 我不想被打擾 他覺得我應該要看 我不看很奇怪 所以 在你們的國家 大概幾點之後 不太適合再打朋友的電話 大概 在美國 要看朋友 如果是非常好的朋友 大概到半夜 十二點還可以 但是 不是那麼好的朋友 大概九點前要 所以 剛剛傳訊息給你那個 不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很好的朋友 那他傳來幹嘛 有什麼急事嗎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是想打個招呼還是什麼 問我什麼 下禮拜有沒有控什麼東西 他也不是妹嗎 不是 男生 對 男生 所以我就覺得很過分 你不能等到隔天嗎 可能是闖空門的 他看你在家 他想說 那改天再去 你們不會被罵嗎 像我家 就是說 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手機 如果 那時候就是用家裡的電話 打朋友家 如果我們鄉下那邊的話 大概九點左右的時候 打電話 朋友家說 爸爸媽媽媽 那麼晚不用打電話給我 對 就是要嘛 就是早上七點八點 其實家長會這樣教育小孩 可是如果真的到了 就是職場上公司 是不會管時間的 台北的話 高 學生們大概十點之後 就太晚了吧 對 學生跟 學生九點 跟在公司的情況不一樣 那這些人很難聯絡耶 晚上六點到八點 他要吃晚飯也不能打 九點以後也不能再打 因為他要睡覺了 對 那大家不要聯絡 好 讓媽媽跟在這樣 我們是 晚上也不能打 他們要睡覺 然後人家 中五十二點到兩點 又不能打 他要吃飯 你們真的很麻煩 難怪你們都不能有 固定的工作 在國外 在你們的國家 你們敢跟老闆說 六點到九點不要打給我 不需要 不用講 除非你那時候 是有一個嚴重的症狀 譬如說你媽媽在醫院 我們那邊的老闆 已經知道 尊重 他下班也不要找你 對 不會 而且我們在美國有 那個over time 如果他們超過時間 他們就是要pay 對 加班費 而且1.5 1.5 那是政府規定的 泰山有固定的工作 他有在衝浪民宿電盪班 對 然後 我們有很多國際客人 也有一些台灣客人 我覺得台灣客人真的是 真的沒有什麼sense of time 真的沒有 因為每一次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們跟我聯絡 我們可以在你的民宿住一個晚上 我說可以 當然過來 歡迎光臨之類的 都可以 但是我說 九點鐘以前 要來到我們的店 Check in 時間 最晚的就是九點鐘 但是 但是 經常是九點鐘以後 好像還有一些台灣朋友要過來 然後我打算等 等 等到十二點多 他們才跑進來 那我覺得 真的完全沒有禮貌 因為他們第一 他們沒有跟我聯絡 第二 他們住在台灣 他們很明顯的知道 他們也有那些 應用來找一下 那個 公通的交通 什麼時候可以坐公車 什麼時候可以搭火車 都可以 那幹嘛那麼晚才要回來 我真的 覺得 完全不懂 你接那個 Check in 的電話 來Booking 的電話 都是幾點的 大概 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 所以基本上 時間還是夠了吧 那有人是很晚 或是很早打來的嗎 對 對 有的時候我還在睡覺 所以很早 很早 就是四點鐘左右 他們是 我們可以訂個房間嗎 早上四點 早上四點 他們說我們可以訂 在台灣打電話 對 在台灣 會不會是因為要衝浪 他剛起來衝浪的時間 但是 沒有 還沒有陽光啊 可是他四點起來 然後六點剛好衝第一道 衝完八點Check in 我不曉得 無論如何我覺得 早上四點鐘 太早了 你怎麼現在會想到 對 對 有道理耶 有道理 對 沒錯 而且我們台灣人會覺得 我就跟你訂九點 九點以後就是我的時間 你管我幾點到 對 我反正會到嘛 對 我們台灣人會這樣想 請問七位型男朋友 你們覺得我們應該幾點 跟你們聯絡是最好的時間 請用白板寫出來 然後寫在哪裡 好 這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寫凌晨 不是可以的嗎 不可以 你這是下午兩點到 沒有 我是晚上兩點 我晚上兩點到 晚上十 早上十點 這個時間就不要打給我 很配合台灣人 也算夜貓子了 有入境隨俗 對 有入境隨俗 那泰山是 早上四點跟 晚上十二點跟你聯絡嗎 不行 完全不行 然後 吃晚餐的時候也 最好不要 這個是不要跟你聯絡還是跟你 所以晚上七到六到七點 然後十點以後 生活好規律的一個人 十點不要 本來是上面學的是 在日本的時候 下面是我現在變成 在台灣的時候 大概這個時間 跟你差不多 因為那時候 我們都一起睡嘛 都一樣嘛 因為那時候你在拍片嘛 對 不要打擾你 不要打擾 這個在台灣沒有用 這個在台灣 你知道嗎 你們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七點 打電話給我 叫我起床 真的假的 看看你多麼難叫我起床 要人家七點 怎麼可以七點 打電話給我起床 因為是巴西人 巴比歐是十點到八點 對啊 我知道十點以後可以簡訊 OK 但是 不禮貌 不禮貌 那賈斯汀反光看不到 來兩點到七點 早上兩點到早上七點 你都是睡五個小時嗎 你都睡五個小時嗎 我覺得工作的部分是 如果是工作 你大概 你不能在這個時間以內找我 你要休息 對 但是如果是朋友 我很喜歡聊天 朋友有什麼事 隨時可以打給我 我從今天以後 每天 三連打給你 想要起來小便 你要犧牲自己睡覺 從三連聊到早上七點 德國兩天九時你完蛋了 沒有工作所以 我已經睡好了 我就不煎 我兩點就拿給你 兩點到七點 剛好那就時間可以嗎 德國人今天好生氣 好認性 所以時間對大家來講 有不同的意義 對 時間手持真的很重要 可是跟台灣人約的時候 自己先晚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好不好 然後那些時間都不要打給他們 最好永遠都不要打給他們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二分之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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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